武漢肺炎疫情的未來 看印度南部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習近平主持人大家好 咱們上一個微視頻說了 中共第一階段鬥武漢肺炎失敗了 2020年2月13號 湖北換將 習近平的嫡系上海市長英勇 走馬上任湖北省委書記 武漢市委書記也換人了 那麼什麼時候才需要換將呢 古代打仗打輸了才會換將 中共在湖北的防治肺炎第一階段可以說是失敗了 湖北的疫情已經掩蓋不住了 英勇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前一天 也有12號新增確診病例14840人 有人說這是把前任掩蓋的這個病例都拿出來了 其實不是的 湖北掩蓋的病例不止這些啊 中共啊其實還是要製造一個數據上的疫情拐點 也就是新增病例最多的那天 然後緩慢的把這個數降下來 好些個專家還拿這些假數據分析來分析去啊 你再這麼努力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呢 因為數據全是假的 中共解決不了湖北肺炎 但是呢 它又捨不得經濟利益 這就造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困境 一方面要應對中共風省 另外一方面又被迫要求復工 這兩者是衝突的啊 工廠復工就可能造成交叉感染 肺炎控制不住了 那麼風省會導致物流不償 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都受影響 甚至是中共用於搜刮芹材的房地產這些行業 也出現危機啦 房地產商恆大宣布2月18號全國樓盤七五折甩賣 所以呢 二月底又成了中共經濟上的一個大限 中共能怎麼做呢 唯死湖北全省消滅其他地區的疑似病例 至於怎麼消滅呢 那就不人道了 秘密隔離 能活下來的就活下來 快死的就當場火化吧 如果湖北能作假數字更好 不能作假 它就會賄賂世衛 宣布中國除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區的疫情解除了 那麼這個肺炎疫情到底有沒有希望解除呢 那就看天了 這裡指的是高溫天氣 第一個實驗地區就是印度南部 2月11號 印度南部的肺炎疫情爆發 隔離了3218人 三人確診 但是這三人都有中國旅行記錄 如果炎熱的印度南部不會出現交叉感染 特別是第一例確診病人2月14號出院以後 它不會攜帶病毒的話 那麼就證明 炎熱的天氣能抑制病毒擴散 可以說湖北人癌到夏天 或者大家聽聽洗桑拿烤爐子也可以過去 那麼到那個時候 大家猜猜共產黨能怎麼做呢 它繼續吹噓自己染上了肺炎啊 但是要不是你的話 中國的肺炎不至於鬧這麼大 那麼至於共產黨在整體策略上錯在哪裡呢 我們下一集再說 我們今天就說啊 如果天熱有用的話 大家要想挨到夏天 那麼我們必須自救乃至自治 有人說了 你這不是造反了嗎 其實啊 在中共眼裡 全中國人都是犯賊 大家想一想 我們現在繞開中共的紅十字會 直接把物資捐給醫院 中共說我們什麼呢 走私啊 這跟古代的私鹽販子是一個罪過的 隨著中共圍困全國 不光是口罩啊 其他各種物資也會越來越短缺的 那麼大家自救方式之一 那就是走私了 以物換物 那恆大的房子可能換不到一箱口罩 那中共看咱們也就是造反了 甚至啊 現在在網上說一下這個疫情的真實情況 15年有期徒刑啊 這也是造反的量刑標準啊 信待人起義 不用傻到拿刀拿槍跟共產黨死磕 大家拼彼此成立互助組啊 互通有無啊 集體走私活下去啊 這在共產黨看來就是造反了 因為大家拋棄了中共的體制 所以有組織的自救會演變成自治 那麼大家怎麼信得過彼此呢 你不去高發我呢 1978年 鳳陽小港村分田道戶是寫了一份生死狀的 那麼現在全國不可能就寫一份生死狀 大家怎麼做呢 大家可以拿退黨證書作證 那個信長村長有退黨證書我們就相信你 大家想啊 即使他敢投靠共產黨 在共產黨眼裡 他也屬於歷史反革命 沒有好下場的 他不會殺到這樣幹的 那個習近平也一樣 你公開退了黨 才能證明你不會去鎮壓大家了 那我們也信得過你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